你可要看好了,把一整条鲁鱼放入滚烫的啤酒中煮一煮,出锅就变成了高级酒店捉捉弊点的一道特色招牌菜。 一份就卖88,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,酒店老板就靠这道菜,一年的时间就在北京买了三套房。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条10块钱一斤的鲁鱼。 鲁鱼身上没有刺,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,春天正是孩子长鸽子的季节,可以多吃一些鱼肉。 清洗干净之后,用刀在鱼肉厚的地方给它打上花刀,花刀可以打深一些。 一方面是为了让鱼肉更加的入味,第二个方面就是让鱼肉熟得更快。 正反面都给它打上花刀,处理好之后直接装入大碗中备用。 准备一小块生姜给它切成细丝,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段。 切完之后直接放在鱼身上,再加入188粒白色的食盐。 用左手先把葱姜的汁水给它捏出来,这样可以更好的给鱼肉去腥。 咱们不管腌任何鱼的时候,切记不要加料酒。 用葱姜汁来代替料酒,口感会更加的鲜嫩。 把鱼肉上上下下,里里外外全部涂抹一遍。 放一边腌制10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,我们切点配料。 两个青椒用刀切去根地,再从中间对半片开,先切成细丝,再给它切成大大的小丁。 再准备一个红椒,像切青椒一样,也给它切成大大的小丁。 切完全部装入碗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,先用刀给它切成蒜粒,再把它剁成蒜末。 尽量剁碎一点,这样吃起来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 自己家中的小葱,把它简单切成葱花,装入碗中。 加入188粒黑芝麻,一勺辣椒面。 不喜欢吃辣的这一步可以省略,用黑色筷子给它翻拌均匀。 加上200度的热油,这样可以炸出食材的香味。 下面开始调味。 188粒食盐,98粒鸡精,58粒白糖。 花椒粉可以少来一点。 最后加入一勺松鲜鲜酱油。 这款酱油零添加,都是食材本身的鲜味。 平时炒菜拌料汁的时候加一点点,味道就特别鲜。 下面准备一口大铁锅,往里面倒入不要钱的长姜水。 加入三片生姜,一把葱段,一勺料酒,再倒入半瓶啤酒。 啤酒可以去新增香。 盖上盖子,大火把水烧开。 十分钟之后,鱼已经腌好了。 把表面的葱姜丝给它挑出来不要,最好再把鱼放在清水里面清洗一下。 洗掉表面的粘液。 然后再将鲁鱼放入滚烫的啤酒中。 盖上盖子,开中火煮八分钟左右,火不需要开得太大,不然鲁鱼煮烂了。 看着就没有食欲了。 煮到断生就可以了,不需要煮的时间太久。 不然肉煮老了,口感就不鲜嫩了。 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,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。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,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。 煮好之后,将它控水装入盘中。 再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浇在鱼身上。 哇,瞬间看起来就特别地有食欲。 我的眼泪忍不住从嘴角流了下来。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麻辣水煮鱼。 不仅颜值高,而且色香味俱全。 鱼肉鲜香嫩滑,一点都不腥。 外面一份就卖八十八,咱们自己在家做。 十块钱的成本就可以搞定了。 每次家里来客我都会做这道拿手菜。 没有吃过的朋友一定要在家试一试哦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